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嘉嘉 正所谓一日一水果医生卷离我 水果当中就会有不同的维生素 吃多了对于心理健康也有好处的 不过在吃水果之前 你又会不会好似我们短期当中的主人工一样 用水洗完之后还会用纸巾将它的水抹干 但是现在就有一个说法了 如果用水洗完之后再用纸巾去抹干上面的水 反而会越抹越辣太和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我们一起去调查一下 春季大量水果上市 酸酸甜甜的口感 令到各类水果颇受大众的喜爱 吃的时候对水果也特别注重维生 一定是洗干净才再吃的 那街坊朋友会不会用纸巾抹一下呢 我不会啊 少 纸巾的口感 因为这样的肯定里面有一些细菌和其他的 看来有不少的街坊朋友都有这样的习惯 其实讲开又讲了 我平时在吃水果之前用清水洗完之后都会用纸巾抹干上面的水才吃的 这样的做法是否真的会越抹越辣太的呢 正所谓留言甚广查了才说 我们立刻去调查一下 除了少数人有清洗水果再用纸巾测试的生活习惯之外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直接用清水清洗就直接使用了 而且大部分人都觉得用纸巾测试清洗过后的水果 会将纸巾上面的细菌达到水果的表面 那真相到底是怎样呢 为了验证纸巾擦水果是否越抹越脱 调查完嘉嘉来到专业的检测机构做了个检测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专门的检测机构了 而来这里的目的就为了搞清楚 到底洗完水果之后再用纸巾抹干它的话 会不会越抹越辣太呢 而今早上我们也都专专去一趟市场 买了三尺新鲜的苹果回来 那这些苹果就不是我们平时用的手机 而是真正吃落吐的水果 那我们马上就拿去给检测人员做个实验 然后检测一下数据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事不宜迟 马上出发 范老师你好 现在听到三天的六位就是刚次实验的辅助实验员 范老师这一次的实验非常简单 我们就想知道这个苹果 比如说水果不一定是苹果 那洗完之后再次用纸巾擦的话 会不会越擦越脏 那我们今天就准备了三份样品 首先第一个苹果呢 我们会不做任何处理 是对照 就是也不洗也不擦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用清水洗 洗完之后就做检测了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先洗 然后再用那个纸巾擦 那范老师你以往的经验来说的话 那像这样子出来的结果 它会是怎样的呢 是真的越擦越脏 因为苹果上面会 它会接着手啊 和那些东西啊 它上面肯定会有很多细菌啊 如果就是不清洗啊 肯定会吃了 吃吃了 会对身体不好 那一般说来的话 像苹果的表面都大概会有一些什么型 这个是很难确定的 因为跟苹果的 它是什么环境啊 还有它的这个 就是说流通的过程中 它接触的手啊 还有这些储存的 这些环境里面的菌啊 都有关的啊 反正总而言之 就是它肯定是比较脏的 如果不洗这些吃的话 肯定不太好 那老师我们现在就马上来进行一个操作 然后就检测一下数据吧 好 接着来老师会对第一个苹果 直接进行细菌种数的检测 首先将苹果的皮取养 然后放入荣液里面进行细菌培养 等候24个小时 就可以知道苹果表面 到底残留着多少细菌种数了 剩下的苹果 也都按照之前的步骤 进行细菌种数的测量 老师 我来拿结果了 出来了吗 已经出来了 那是不是真的用纸巾擦过之后 真的会越来越脏啊 检测结果是这样的 一号就是未清洗的苹果 它上面的上面是最脏的 这红色点边的都是细菌种 是的 它数量是38500个菌 整个苹果上面的 所以说不洗的水果 其实不要吃 原来真的很脏 那用清水洗过了的呢 用清水洗过了以后 它上面的菌会减少 明显减少了 电线660个 哇 那老师洗了跟不洗的差别很大 你看这个才600多 然后这个三万多少了 用清水洗可以去掉大约83%的细菌 哇 83% 那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 千万不要再经常不洗水果 或者是不清洗 然后就直接食用 长期来说的话 可能会来肚子吧 是啊 对身体不好 那最后呢 那个洗了敢拿纸巾擦的 是不是会越来越脏 我们的检测结果刚好相反 用纸巾擦 更干净 真的耶 这样对比起来的话 在这个赤纸上面 好像红色的点点很少 对只有几个这样子 用眼去看的话 24小时过去 三个经过不同处理的 苹果表面的细菌 总数的结果已经出了来 经过检测 第一个苹果 也就是直接从市场上买回来 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 表面的细菌 总数是38500CFU 第二个苹果 即使用清水洗过之后 表面上的细菌 总数是660CFU 第三个苹果 用清水洗了之后 再用纸巾擦拭的苹果 表面的细菌 总数是130CFU 从数据上来看 用清洗洗过的苹果 表面的细菌 还有残留 而用纸巾擦过的苹果 表面的细菌 总数明显变小了 看来网上所说的 用纸巾擦水果 水果越擦越污足的说法 是错的 那为什么会有些传闻说 用纸巾擦会越擦越张 这个说法为什么会得出来呢 可能是跟它的这个纸巾的质量 有关吧 如果纸巾上它不干净嘛 它会带一些菌嘛 那可能会就是造成这个 苹果上面的这些东西上面的菌变多 所以还其实我也挺纳闷的 刚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也觉得你看这个纸巾白花花的 洁白无暇 那它的菌是从哪来呢 而且从这一次的实验结果来看的话 擦了的反而是更干净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纸巾应该是很干净的 没有什么菌对不对 那不如这样吧老师 你就帮我们检测一下 我们这个纸巾 它上面的细菌到底有多少 好 检测员告诉我们听 如果纸巾里面含有一定的细菌量 在抹水果的时候 将一定的细菌带到水果的表面 令到水果表面的细菌总量变多 稍后检测员就会对纸巾进行细菌数的检测 看看纸巾本身的细菌量有多少 通过检测我们发现纸巾本身含有细菌含量为0磅 通过检测我们发现纸巾本身含有细菌含量为0磅 主要是跟这个擦的纸巾的质量有关系 如果纸巾质量好的话 就是可以把它表面的水分把它切掉 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纸巾的质量不好的话 就可能把纸巾上面的一些粘东西或者维生物 还要粘到这个果实的表面上面 如果要擦的话就要用好的纸巾来擦 或者就是弃皮 全页解释不同质量的纸巾擦完清洗过的水果 清洗效果是不一样的 如果干净的纸巾擦过水果 可以带走水果表面含有一定的微生物细菌的水滴 如果是不干净的纸巾 那就有可能对水果表皮产生疑似污染 不过我们平时所购买的纸巾都是干净的 符合国家的标准 所以大家最好清洗完水果之后 用干净的纸巾擦去水果表面残留的水滴 这样食用会更加健康 看来全然用纸巾擦水果 水果会越来越污糟的这个讲法 是不科学的 在之前的试验当中 我们发现直接用清水清洗过的水果 水果表面还有残留细菌 如果不清洗干净的水果直接吃的话 就会对我们的人体产生怎样的危害了 美国环境工作组日前连续第九年 公布了十二大肮脏果蔬名单 列出了十二种在售果蔬中 受农药和沙虫剂残留污染最严重的种类 近周中各业人员总共调查了48种受欢迎的果蔬 并评估超过两万八千个美国农业部 以及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兼测过的样品数据 进而总结出这份清单 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作健康水果的苹果 连续第三年在名单上高级榜首 根据美国环保组织的最新报道 苹果连续三年成为最脏的果蔬 长期食用不干净的果蔬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感 烟台大众网的新闻 春季大量水果上市 市民在食之前一定要清洗干净 避免複射 记者在烟台各大医院了解到 儿童複射的患疑比较多 据相关医生介绍 不少小朋友在辐射之前 都使用了不去皮的水果 尤其是近期的肚子上市 这样的患疑就越来越多了 而且儿童的消化功能尚未健全 近期食用不干净的果蔬 容易会导致辐射 所以水果的清洗很重要 不过怎样清洗才是最健康最干净的 原来洗完水果再用纸巾去抹它 是不会越抹越腊 反而洗完之后再用干净的纸巾去抹它 会更加干净 吃起身会更加健康 之前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 原来用清水洗完的水果之后 当中都会残留部分的细菌 到底怎样的清洗方法 才可以洗得很干净呢 我们在网上就搜了几种方法出来 也是比较热门 比较受大家欢迎的 分别有洗米水清洗 淡盐水清洗 和蔬果清洁剂清洗 最后就是用清水来清洗的 不知道街坊朋友 平常在家里又是用什么方法 哪一种方法最受它们清赖呢 我们马上去做一个街坊访问 用淡盐水 不是化学成分 又可以清洁多一点 然后也不需要那么复杂 用洗米水 我就说是 为什么 我用洗米水就容易洗起那些污垢 应该用洗米水就好 通过一番街坊之后 我们发现最受街坊朋友 清赖的清洗水果的方法 就是用洗米水来洗 其次就是用淡盐水 再接着就是蔬果清洁剂 而最后才是用清水来清洁的 到底这四种方法 哪一种才可以最好清洁好我们的水果呢 为了对比四种方法哪一种才可以将水果洗得更加干净 我们现在就立刻来做一个实验 首先就选定了今天的水果主角就是苹果 我们在市场就随机卖了四种红薄薄的苹果回来 然后我们会分别用四种方法去清洗它们 分别就有用清水洗 用洗米水洗 和用蔬果清洁剂 以及最后用淡盐水去洗 我们现在马上就用这四种方法去清洗苹果 然后再把它放在密封袋里面 拿去送检 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哪一种可以洗得更加干净 马上进行实验 先用清水占满苹果的表面 咦咦 佳佳你为什么初洗苹果的样子这么专业 真的要给你点的赞 刚才我们第一份样品就用清水来洗了 然后就放了一个密封袋里面 我们现在再来做第二个实验 就是洗米水来清洗水果 我们每次在煲饭之前都会浪费一盘又一盘的洗米水 对不少街坊朋友来说 洗米水可以进行二致利用 有些用来淋花 有些用来洗水果 在街坊当中 很多朋友都认为 洗米水可以彻底地洗成水果 为什么 我用洗米水就用来洗洗那些污垢 洗米水呀洗米水 你要赞客气 好了 现在第二份的样品都已经完成了 这个就是用洗米水洗的 接下来就要用蔬果清洁剂去洗水果 第三个方法就是蔬果清洁剂去洗苹果 接下来 调查员佳佳佳分别用蔬果清洗剂量和淡盐水 来对苹果进行清洗 在使用蔬果清洁剂清洗水果之后 我们明显可以发现清洗之后的水变得黑漫漫 难道蔬果清洗剂发挥了强大的清洁作用 好了 现在四份样品都已经采集完成了 那我们分别就帮我们做个标记先了 在采用了四种不同的清洗方法之后 调查员佳佳佳分别为各个苹果标上了记号 到底哪种清洗方法清洗水果最干净呢 我们马上送检 好了 那四份都标记完之后 我们就会把它送去专门的检测机构 去检测一下当中的细菌含量 那就可以知道 几种的清洗方法 哪一种会更加好 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 现在检测结果就全部排在我们的面前 先给我们拱检测一下 之前经过一番家庭之后 最受欢迎的一种洗水果的正确方法 就是用洗米水来洗 然后其次就是用盐水来洗 接下来就是用蔬果清洗 最后就是清水 现在按照数据来看的话 我觉得数值最大的 应该是用清水来洗 因为它淋测到什么沙粉的效果 只不过是冲洗表面的一些冷疚 这个数据最大的是有4960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应该是清水 而数值最小的是660 那这个会不会是 观众所猜的那个是用洗米水来洗 因为洗米水它本身会带有一些黏性 甜粉的物质 就可以将上面一些污垢 和一些细菌直接黏住它 那老师我猜的就是这个是清水的 然后是我最少的就是清水水 我猜的对吗 不对 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是什么意思 那老师你现在一一给我们公布一下 这个数值最少的开始吧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用清水洗的 然后它是最干净的去最少 检测结果 用最天然的方法 反而是洗的最干净的 那接下来的第二个结果 第二个这个是清洁剂的洗苹果的检测结果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清洁效果不明显 嗯 上面还是有有有有 有材料一定的菌对吧 嗯 然后跟清水洗的 其实它差别也不是特别大 嗯 不大啊 对效果不明显的 好那接下来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用淡盐水清洗苹果的结果 嗯 它上面的菌比用清水洗的多 嗯 多了差不多一倍啊老师 是的 哇 反而就是添加了这一个食盐的 就是观众朋友都觉得说 这个盐是有杀菌的作用啊 嗯 然后反而它洗出来的效果 不是特别的好啊 那最后的一个呢 嗯 最后一个是用洗米水洗的 嗯 就是我刚刚完全猜错的那个 反而是细菌残留量是最多的 最多的一个 通过检测 这组的数据 将我们的调查员家家客了一身冷汗 我们再来简单地总结一下 使用洗米水清洁国的苹果表面的细菌含量 是4964U 使用淡盐水清洁国的苹果表面的细菌含量是1030CFU 而使用蔬果清洁剂清洁的苹果表面的细菌含量是720CFU 直至用清水清洁的苹果表面的细菌含量是660CFU 它可以洗掉果实表面的一部分的维生物啊 或者是一些粘东西或者农场 但是还要考虑到就是洗米水它本身的质量 就是洗米水它本身是水 就是洗米的时候淘出来的这个水 它本身还会带有这个米衣上面的它的一些成分 另外一个淘米水它往往不会很多 就是如果是果蔬的量比较多在淘米水里面清洗的话 这个淘米水反而有可能变成了一个交叉传染的一个来源 但是洗米水也有报道说就是因为它有弱碱性 它反而会对西湖在果蔬表面的一些农药残留的弃除 会有一定的好处 因此就是说如果用淘米水洗的话可以洗 但是洗完以后最好还要用自来水再清洗 要把它再清洗干净 淡岩水它起液净作用的话 它要有是要有比较高的浓度 因此我们普通的淡岩水浓度不可能很高 因此它不可能起到一种液净的作用 反而就是对一些比较又嫩的这个果实 反而会导致这个就是这个表皮细巴的脱水 维生物可能会有一点一直左右 但是不可能会完全就是清洗掉这些维生物洗洁精 可能会造成二十五亿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清洗剂它本身也是一些化学物质 通过专家的解释呢 我们知道了淡岩水和洗米水 为什么不可以清洗干净水果表面的细菌 而通过实验表明呢 原来清水就已经可以 将水果洗得干净净的了 不过在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这要根据水果的种类 就是如果是表皮比较硬的 果实比较坚硬的这些不容易损伤的 可以用流水就是自来水冲洗 同时用手或者用一些暖布 或者是暖的刷子来刷洗 对于一些比较容易破坏的 就是组织比较嫩的 一些浅果类的 最好就是要流水冲洗 流水冲洗时间长一点 就是果实的各个方面都把它冲洗一下 就可以达到就是去除这些 蘸东西的一些目的 原来想洗干净的水果呢 这些方法是很简单的 只需要用清水不停地冲洗就可以了 而浸到一些不同的水果 比如说是有更替的水果 好像士多啤梨或者蕃茄 在上面有一个钉 洗了一次之后 就要将钉砸了它 然后再用水来轻轻洗一洗它 因为这样就可以防止 钉上面的农药残留油或者細菌 再次黏上水果的表面 而针对不同的水果 清洗的方法也不一样 接下来就和大家来总结一下 调查到这里 我们再来简单的总结一下 第一,很多人都习惯在清洗水果之后 用纸巾擦一下表面的小水滴 这样会令到水果圆满越骯髒 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只要我们使用干净的纸巾 就可以避免细菌的疑似污染 第二,错误的清洗水果方式 会令到水果越来越动 第三,正确的清洗水果方式 就是用清水流水状 不断冲洗水果的表面 第四,疏出的清洗方式 和水果的清洗方式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第五,专家温馨提示 不同水果的清洗方式 应该是不同的 对于果皮比较硬的 好像苹果、雪梨 可以适当地用流水冲洗 并且用手去搓洗 而对于果皮比较软的 例如草莓和桑葱 可以直接用流水冲洗就可以了 好了,相信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看完今期节目之后 都知道如何正确清洗水果 而以后在买了水果回家之后 按照我们所教的方法去洗 就可以吃得安全又放心了 今期节目时间到这里都差不多了 如果电视机前面的你 想了解更多 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妨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的8点半 锁定公共频道生活调查条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拜拜